他说《淡仔挂制日2217》 昨天公布了业绩 他两个狗买入 他说短线你怎样看呢? 其实他的股价已经升了不少 可能市场也是对于防疫限制的放宽 有万事堂食的时候 对他的股价的表现 其实也会有一些替震的状况 现阶段去看的话 短期阻力位就可以留意3元这些位置 等到3元附近 有些未赚的时候才考虑沽了 至于中长线投资的考虑的时候 香港的业务未必会有很强劲的增长 只能够寄望到底海外的发展是否长迅的状况 即是在内地的业务、新加坡、日本方面的业务 这些要看下 未来的经济表现才对业绩带来很大的正面帮助 我想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可能上升的空间暂时就不適宜期望太高 至于如果想下一个止蝕位的时候 连续收低过2.6毫半才考得止蝕